在1月12号的中印第14轮军长会谈前 白宫新闻秘书称 中国的行为是企图恐吓邻国 美国多次仗义直言 为印度撑腰的背后 其实隐藏着算计对方的小心思 我们来看 首先可以当枪使 美国政府2018年制定的印太战略框架文件中 明确提出 要向印度这个与中国相邻的地区大国 提供军事情报外交支持 帮助印度应对中国的挑战 此外还要向印度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 合作维护海上安全 抗衡中国的影响 不过美国从来都是口头表太多 实际行动上 据印媒报道 美在中印对峙期间 向印度提供了一些防寒服和其他装备 不过美国提供的 11000套扩展型寒冷气候士兵着装系统中 充斥着不少二手货 甚至部分被曝光有破损 俄美指出 美国宁可让自己囤积的超量疫苗过期 也不愿意资助印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我们再来看 可以捞油水 为了在边境冲突中占据优势 印度大量引进新式装备 美国创机清销产品 2015年 印国防部向美波音公司购买了22架 AH64E武装直升机 平均单价高达1.5亿美元 是美军一年前自用采购价格的近5倍 此外 印度共向美订购了12架P8I返潜机 单价3亿美元 比韩国采购价格高出了30%多 最后 可以无所顾忌 印度随时都会被美国战略抛弃 上世纪60年代 美国曾给印度支援近百亿美元 用于边境冲突 但当印军溃败 时任总理尼赫鲁紧急向美国求助时 却被言辞拒绝 美国远东情报中心官员曾嘲讽说 那是印度最为愚蠢的一场战争 印军采购俄制S-400远程防空导弹系统的消息 一经公布 美国立即威胁要对其进行制裁 彤彤 美国立即威胁要对其进行制裁